在哈尔滨市首届开球榜的积分赛上 有一位难以预测的选手冲进了决赛 他就是屏幕远端的吕文峰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八进四的比赛 屏幕近端的选手叫乌东 是直板长脚选手 乌东现在在我们哈尔滨市打业余比赛 经常能打进前几名 是非常有实力的 从两个水平上分析 我认为乌东是上风球 吕文峰的乒乓故事很传奇 他以前是用0.8后海年的正交打消球 吕文峰的爱人是乒乓球专业的运动员 吕文峰的儿子球打得也特别好 吕文峰在十年前在哈尔滨打球就赫赫有名 凭借古怪打法赢过很多高手 那么近段时间吕文峰为什么没出来 是因为他在打篮球的时候 膝盖受了严重的伤 能恢复到现在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吕文峰老师在这接近十年淡初的时光当中 事业上突飞往地 在哈尔滨市道理区 教育系统内部不仅是乒乓球的冠军 而且还是为工作骨干 陷入军吕文峰老师 反手用的是半生半正 泥塔古的套交 正手是白金威 反手起直线正手拍 一个急的上选球 然后一板拍 朋友们这球真敢打呀 2比0进入到半决赛 他的半决赛的对手更加强劲 是本次比赛的夺冠热门 就是屏幕远端的张东 张东从小练球 是刷牙山市名副七十的冠军 这是一场典型的半专业和纯业鱼之间的较量 这球只要冒高 张东反手这一板 你就接不回来 单板质量太高了 吕文峰最擅长的是 他的转不转的发球 在比赛之前 很多选手都怕遇到张东 因为张东速度太快了 朋友们打这种业余的大赛 对年轻的选手是考验 因为在晋级的路上 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打法 很明显张东吃发球 张东来哈尔滨已经好几年了 到哈尔以后 球技提高的更快 张东的耳朵上也得助清气 因为他的耳朵失冲 看这板接发球拧拉多好 还有就是张东不太适应 吕文峰的升交 发球往吕文峰的正手送 吕文峰反手接 张东的这板球太快了 朋友们看又吃发球 连吃了两个 那么作为吕文峰这样有经验的选手 肯定会抓住对手吃发球的机会 吕文峰接发球反手起 这种节奏张东一板就过了 这板球吕文峰又搓帽高了 张东的勾手转不转的发球 非常隐蔽 吕文峰吃发球 张东接发球反手拉出键 吕文峰发球以后 反手切了一板 张东反手拉又出键了 张东的反手快撕被防了 伸交防过来的球是又飘又转 这样吕文峰就取得了胜利 请您关注逸风系统 我们下期再会